屏蓋彈珠台 哈喽小朋友们好 我是柠檬姐姐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屏蓋彈珠台 那柠檬姐姐想问你们有没有玩过彈珠台呢 不管有没有玩过彈珠台都没有关系哦 那今天柠檬姐姐就来教你们 怎么做属于自己的彈珠台吧 我们今天需要的材料有一块木板 然后跟很多个屏蓋 那屏蓋需要多少的话要看木板的大小 还有你想要设多少个机关 所以才需要多少个屏蓋 那我们还要一罐白胶 跟一罐保力龙胶两个选一个 然后跟一个两角钉 一把美工刀 一把剪刀 然后跟四块隔半 然后还有弹珠跟广告颜料 那想要用彩色笔也可以 那如果要用广告颜料的话 就要有调色盘跟水桶 还有水苔笔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拿出一个两角钉 跟那个瓶盖 那瓶盖要多少个就是要看 你要绣多少个机关 那我们用两角钉是它 用完的话它会旋转 不是固定的 对 所以这样会更有弹性 那我们先用美工刀 那使用美工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喔 不要割到自己的手 再来呢我们用白胶 把刚刚的四块木板 用白胶黏上去 然后让它黏住之后 我们拿出剪刀 把四块木板都剪出缺口来 就可以放进这个木条 再来呢看你们需要多少个机关 所以需要放多少个瓶盖 那我就拿六个机关 然后先把你想要固定住的 用白胶给固定住 然后刚刚的两角钉 先在木板上面割一个洞 好那再用木板钉 两角钉 在木板穿过去之后 穿过去之后 把他的两只脚剥开 这样就固定住了 好那其他两个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先试完看看 拿出一颗弹珠跟尺 或者是任何东西来推弹珠 大家好 我是Rumble 跟我一起动手做 创作属于自己的平盖弹珠台 跟家人朋友一起玩 看谁的分数最高 一起来挑战吧 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好友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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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